我国在无人机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此次我军更是公开了一款新型高原补给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又有何特殊之处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 其不仅在情报侦查 对地打击等方面大放光彩 更是悄悄走进了大家都不太关注的后勤领域 开始执行一些战场后勤保障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战争其实是交战双方后勤补给能力的比拼 没有可靠和高效的战争物资保障能力 就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各国军队在发展无人机 在侦查、监视、通信、电子战 乃至攻击等军事用途的同时 也将无人机引入了后勤领域 向美军就在阿富汗战场 试验使用K-MAX无人机 进行前线物资补给 而我国可是如今的无人机强国 在无人机应用方面 也没落下美军多少 根据央视报道 解放军某部在2000米以上高原 使用无人机进行应急维修 运输补给和运送保障的新模式 这次行为曝光了解放军 以新型的双旋翼无人直升机 能够在高原前线供给物资 就像美国陆军的织奴杆一样 在军民一体化的保障体系下 为提供边远地区、灾区等 应急物资的配送服务 也能为军队应急物资的配送提供保障 不仅能运送物资 还能救人 这架无人直升机的体积 比几天前在高原上亮相的 头未送外卖多轴无人机要大得多 采用类似于支弩杆的垂直双旋翼设计 机身设计也更加专业 在机腹上有一个特殊的空头箱 显然是为了战场空中补给任务优化的 该无人机是由一家山东公司研制的 ZC300型货物供应直升机 ZC300是一种大型无人驾驶直升机 长3米 载重量120公斤 安装了一个65马力水冷发动机 时速140公里 最高可适应海拔4800米左右的环境 电池寿命3至4个小时 飞行性能和有效载荷都比普通多轴无人机要好 ZC300在设计上也很独特 采用前后纵向双旋翼设计 与美国的CH47型支弩杆直升机相似 机头和尾部都采用一对直径为3.4米的 碳纤维复合螺旋桨 其主要优点是机身重心范围大 不受货物装载位置的影响 双旋翼的反向旋转抵消了扭矩 从而消除了单旋翼直升机的尾旋 提高了总体动力效率 双旋翼直升机比同等重量的单旋翼直升机 有更大的奖面积 可大大增加起飞重量 特别适用于货机 在货物设计方面 ZC300也有独特的特点 由西门录像可以看出 飞机上没有专门的机身货舱 但装有货物的空头箱 装有弹药、食品、药品和其他物资 以ZC300为例 飞机应能在机腹和机头装两个空头盒 直升飞机抵达空军后 飞机投弹箱的底部将会打开 投弹箱的材料将会准确地空头到位 直升飞机还可以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降落补给 ZC300外部还安装了脚车 可以提升货物 使飞机的载重能力达到120公斤 此次ZC300的试飞 充分证明了双旋翼无人直升机 在战场物资补给方面 比传统的多轴无人机有优势 而高达120公斤的最大载重量 也意味着这款无人机 不单单只用于运送后勤补给 甚至也能从前线向后方运送受伤的士兵 可以说用途广泛 除了ZC300 中国的其他无人机企业 也已经开发了多种垂直双旋翼无人直升机 在军用和民用物流领域 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美国DPI公司的DP14型救护无人机 在国外也有类似的设计 可以在机身货舱中容纳受伤人员 有效载荷可达200公斤 总的来说 目前的货运无人机 以及无人直升机的运载能力 已经具有像排挤或更小编制的偏远哨所 以及在地形复杂地带执行任务的部队 运送多种物资的能力 从而不仅能够有效缓解 我军边防部队长期以来在后勤保障方面存在的困难 而且大大提高了补给效率 对部队战斗力及其他任务能力的保持和发挥 都具有重要意义 无人机是一种新型飞行器 它涉及到动力技术 测控技术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 人机交互技术等多个领域 以前全球无人机技术大头在美国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无人机工业的第一大国 国产无人机占据了全球60%的市场 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中国将在无人机技术方面超过美国 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那么不要提高了